经常吃甲骨胺,这三点弄不清楚,小心病情加重 大家都知道甲骨胺是治疗腰疼常用的营养神经类的药物 但是它有很多注意事项,你知道吗? 不清楚下面的三点,小心加重我们的病情 第一,甲骨胺不能和维生素B12同时复用 因为这两种药物的药用价值一样 共同服用会导致重复用药加重肾脏的负担 临床上一般不建议共同服用 对于疾病的治疗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第二,长时间服用甲骨胺 甲骨胺的时间通常连续服用一个月以上 如果坚持一个月没有什么效果,就要立刻停药 不要说没有效果,还一直服用 长期使用也会出现各种副作用 此外,如果初期吃药就感觉到皮肤发痒起疹子了 就需要及时停药 第三,甲骨胺不能作为治疗腰疼的单一药物 甲骨胺只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辅助药物 单凭它很难起到关键的效果 还有,要根据不同人的体质、病因、病情综合分析考虑 配合其他药物才能起到关键的作用 您听明白了吗?